有慧俗语 清净处就是净土 尚俗语 必称如是差的意思 如是就像极乐世界一样 那弥陀的学生将来在十方世界建立的净土 肯定跟阿弥陀佛一样 两叔同志的两部诸解所讲的都是一样的 是均意建立佛国唯一的清净处 佛国实在就是众生修学的道场 这是个大道场 但从心底发门而论 清净处一颗鼻尽一节 就是进一步来解释它 那是什么呢 这指本妙尽心意 这是敬意的去解释 本妙尽心 就是慧能大使 宁心尽心所说的第一句话 喝其自信 本自清净 清净心 神智慧 清净心 心净土 所以 心净则土净 这是净土 根本的原理 那么翻过来 你不就明白了吗 心慧则土慧 我们今天地球 严重的染污 什么原因呢 我们的心是被严重的染污 所以我们居住的大地 也是严重的染污 多少年前 我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 全世界都在喊环保 我说一句什么话呢 环保受不到效果 为什么 心不清净 所以 真正环保 要从清净心以下说 我们心清净了 环境也会清净 心不清净了 用什么方法搞环保 都没有用 受不到效果 因为环保 叫了多少年 全世界 政府都努力在做 而地球的 这个染污 越来越严重 没有看到的时候 这个地球真正净化的效果 没有看到 什么原因 心 心重要 现在大家 都把这个事情 收获掉了 这就是 我们这个思想理念 方向错误 偏重在物质上 把心理 收获了 不知道 心理 比物质重要 心理能解决问题 物理能发现问题 不能解决问题 心理能解决问题 也能发现问题 我们要想社会安定 要想化解地球上灾难 一步从心理上 作数 一点办法都没有 最构小的这些 解决不了心切问题 现在的物理学家 才发现 心理力量 很大 真正不可思议 就是念力 好像也出了这些 专门研究 专门研究 念力 念力 因为他们提倡 集体意识的念力 非常强大 东京的这个 江本波斯 琵琶湖的水师炼 三百五十多个人 集体地 只用一个小时 琵琶湖海湾的水改善 就半年之久 真管用 真管用